JR乌龙车长掉眼镜害班车误点 日本福岛县JR只见现班车误点一小时 只因为车长的眼镜被风吹走 3月6号晚间9点50分左右 从惠金若松开到惠金窗口的普通列车 在7日停站停车 列车发动后 20岁左右的男性车长为了确认安全 身体探出车窗外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差点吹掉他的帽子 他为了稳住重心 不小心用手碰掉了眼镜 而眼镜掉出车外 该车长没有携带备用眼镜 看不清列车信号 而无法持续站务工作 列车于次站停车后 等待来交替的车长 约50分钟后才恢复行驶 这次大约有10名乘客受影响 车长掉的眼镜则在隔天早上 于铁轨旁找到 JR东日本表示 此次事件造成许多乘客困扰 感到非常抱歉 今后会指导各车长 必须期待备用眼镜